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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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可能很多人都不想参加比赛 很多观众都表示 既然做这种节目 就应该尽量做得好一点 既然做不好 那还不如干脆做别的主题的节目 这一期不得不说 真的令人挺失望的 说唱节目如果内容都被钉死了 那再没有综艺效果 也就是基本的开玩笑式的dis讽刺 惊讶 不服 这是任何一个综艺节目的基本要素 没有剪辑的冲突 不是那种大梗穴的冲突 怎么会好看 这一期的中国新说唱 不只是制作不如去年 连节目中的选手实力这么强表演 却也不如去年 小编觉得节目还是需要加强后期的剪辑吧 把比赛之外的各种场景 谈话 冲突 搞笑丰富一下 也好让节目丰富 小编总感觉这一集少了让人激动的东西 也希望第二期要好看起来 内容如果不行 节目效果再不行 那就没意思了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八一八 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